按照全军年度军事训练计划代号使命行动2013跨区战役演习 今天率先在陆军第31集团军拉开帷幕 使命行动2013A跨区战役演习现在开始 使命行动2013演习分为ABC三场演习梯次进行 31集团军率先按计划进行战备等级转换 和作战筹划立体投送实弹射击三个阶段 在华东华南地区展开将持续进行十多天 参演兵力主要为陆军第31集团军 军机关带所属某步兵师和相关力量17000多人 海军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南京军区空军出动水面舰艇 运输机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参加海空力量投送和实兵行动典电 民航铁路系统也将参加兵力的远程投送行动 9号晚参演部队完成了集结和战备等级转换 进入战役筹划阶段 这次演习是我军年度例行性训练活动 对于充分锻炼部队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 全面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 推动军事斗争准备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参演的陆军第31集团军隶属于南京军区 其前身是所建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支英雄部队 曾在济南战役东山岛战斗中屡舰攻军 形成了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 特别守纪律的优良传统 涌现出以爱军金武模范士官何祥美为代表的 钻打仗谋打赢的阴谋人物 钻打赢的阴谋人物